佛经里面是有些咒语 对 然后他说为什么在咒语 他讲说念这些咒语对很大的独小 请问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一些咒语都是 那个佛菩萨 那个修持心法的结晶 结晶体 他一句一句咒语里面包含的意思 非常多 他包含非常多 他只要持这个咒 这个西空之间 可以说他可以发号撕裂 这一个总撕裂 所以要了解 他那个咒语里面 他包含所有的 非常宽广 什么山神的头 海神的头 雷神的头 鬼神的头 全部他们那些头 都包含在那个咒语里面 但他一敷这个咒语 所有那个腹下没有人不听话 全部要听话 所以那个变成功效很大 不可思议 那我们在持咒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虔诚 要心跟那个真理相约 跟那个佛菩萨的修持 跟那个真理相约 不要去了解 那个咒里面的含义 因为你要去了解含义 你分心 分心就不专注 不专注功效就打折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只要你很虔诚的去松咒 它那个功效会呈现 会让你很惊讶 就是心法结晶 那结晶 那个修持的 那个心法已经灵气了 所以有它的功效非常大 感谢观看